名门天后,不是豪门千金,大家好,我是天后 有人说我更新的像生产队的驴,可以说是十分的高产 啊,那没办法嘛,大家这么热情 留下了那么多奇葩的评论以及私信,我不回答一下,多对不起大家呀 但是过阵子,我的更新频率可能就会降低很多了 因为到时候开学了去报道嘛,可能更新就没那么方便 那我这么纯洁帅气的天后嘎嘎,相信你们也不舍得忘掉我对吧 白材料值得打装备吗,钱切临时缺得很 就靠绿蓝材料升线有点慢 那我们之前是说过,临时缺的话可以卖掉白绿材料 但有人就说这样的话,你的炼气经验岂不是加的就很慢 确实是有些影响,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个而耽误到其他方面啦 毕竟这个它无伤大雅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炼气等级要派上用场,首先它要同接 在前期哪怕你把所有材料都拿去炼气 你的炼气等级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 而到后期呢,达到炼气是经验上线了,它又没什么用了 所以后期临时多了,咱们再去炼白绿材料 我们之前是讲过,无故杀人会滋生心魔 那有心魔的话会怎么样呢 心魔的话,它是会有一个心魔值的 到得一定程度后,它会降低你的修炼速度 以及挂机的临时获取 极限后呢,则会将你踢出秘境 所以咱修仙之人就应该淡薄名利修身养性 哪有那么多争斗啊是不是 如果最近几天去月卡计卡 那中秋活动的续费活动还可以领取奖励吗 呃,不行哈,它这个是有期限的 它之前公告就说过了哈,最多是七天之前 也就是说你超过一个星期你续费了 它是没有用的,到时候你要重新续一次才可以领取奖励 所以这个就很亏,它设计的就真的是有毛病 镇妖塔怎么触发雷结 触发雷结有两种方法哈 第一个是你自身的战力要高出它通关要求的战力很多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五连雷结 第二种方式则是获得一个叫做困魔爵的道具 那获取这个道具呢 我记得好像是在困魔爵第4000层就可以获取了 嗯,大家慢慢打好吧 加油,看好你们